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没看过这么说过 我不再评论 但是你要是觉得不顺的话 你要想转变 就是光做些扇形是不一定马上能转变你的很多的 我觉得最快的是转变认知角度 转变认知角度 如果你做了很多扇形 但是扇报还需要熟啊 我们生生世世世有很多扇报吧 也有很多恶报吧 我生生世世世那么多 肯定做过扇形嘛 就算对亲情有情爱情里面的人 你也不错吧 就算没有对无缘无故的众生好过 你对自己所喜欢的爱的人 你也挺善良的是吧 那也算扇形啊 那这些扇形为什么不抱呢 不熟呢 是不是 他为什么熟的是不顺的呢 他就是你的认知角度 就是导致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神医在这个世界上 你的你见闻觉知道的东西 还有再加上你认知角度就决定了你是熟善的还是熟恶的 如果你讨厌这个世界 你觉得这个世界就是你的认知角度 有家庭啊 学校啊 老师教育或者你就觉得这个世界是坏的 是吧 你如果真的认知 那你一睁眼 早上一睁眼 那你眼前看见的就是苦经面刀啊 苦经面刀是佛血了 就是承住坏苦生老病死这些看的 全是负面的嘛 你看的是负面的 那你熟的都是负面的 是吧 你在你眼里看不到其他的 看不到好的 是吧 这个世界就是虽然说 说不如意是十之八九嘛 我尽管说十九啊 那还有一两件呢 如意的嘛 不是 你为啥不看那两件呢 而且很多时候我们说 就说你说 我这么多年就没有顺利过 你没顺利过 你今天从飞机上坐着来珠海 你到今天坐在这吃了 喝茶 你跟我聊天 我们你坐在这 你看你吃的胖乎乎的 你这不是散包吗 有好多人在飞机上都出事了呢 或者是他都走不到这个桌 坐不在这个桌子上 这不是散包熟了嘛 是吧 就是你在思考什么 你总是把你的人生命运归结在一两件事的失败上 你认为你就不送 因为你求那件事 你说 我求红衣不送你 我就算失败了 我求事业 事业不送你 我就算我这两件不送 但你送的很多 你身体好 你身体健康 你跟医院那些人比一皮 你现在就是散包 你跟阶约的人比一皮 你也是散包 你跟三岸道道的人比一皮 你也是散包 你跟现在街上的流浪海比一皮 你也是散包 知道吧 你跟现在没吃饭 还在工地上干活的人 你也是散包 你跟没有听过佛法的人比一皮 你也是散包 你为什么不看这些散包呢 偏偏是你所求不如意 大家就说是自己散包不送 怎么这么不送呢 是不是 如果你的心能够关于平凡 就是说能够看到自己安心 那么有一两件事不如意 很正常 恰恰是你最想求的那件事可能是不如意 因为阶约不具足桥界的原因 租源具足才产生嘛 你虽然去做了 就像这个杯子 你想烧这样一个杯子 但是高温度不够 它就没烧成 它租源具足才产生嘛 是吧 它也不是你的散包不送啊 只是你桥界不具备啊 你求的太高了 你温度不够 你够800度 可能这个杯子的1000度才能烧成 那你只有800度的温度 那你就烧个别的嘛 你非得烧这个嘛 你根据自己的桥界来达成自己的事业跟心愿嘛 你条件不够 你求的太高 知道吧 所以你不顺啊 是不是 你什么都想要最好的 那肯定不顺啊 是吧 你什么都想要最好的 这就想你一定要 你纵观这个桌子上的茶杯 你说 哎 这个杯子是最好的 我就要这个蓝的花的 那这个记忆它需要 它需要设计师 包括陶头 包括雪泽瓷器 包括设计师 包括高温 他都要达到那个要求 那个杯子可能就不需要 哎 你现在的条件 正好那个杯子 为什么非要这个杯子呢 你要要那个杯子 你就顺了嘛 不是 你就是散包手 你要要这个就是 就说是自己不顺 还是新的问题 新的问题 你转变认知 而且佛说过去行不可的 就算从昨天开始 所有的过去 真的就说你说的不顺啊 真的喝牙也就隔住 咽住了 吃着喝水也咽住了 那从今天开始 过去已经消失了 每一天都是新的 不要记着过去你不顺这件事 从今天开始 我一天会说 每天这样想 不能说 哎呀 总是自己给自己总结自己的人生 我是不送的 是吧 从小到大你是不送的 或者我这几年不送 这几年有几年啊 你开心的那些事 你从来记不住啊 伤心的却记住了 是吧 我们笑了那些 直接归零 你曾经吃好的 满足口语的时候 满足香味的时候 我们也闻过 喜欢闻的味道 比如说 哎呀 空气的清醒啊 绿草啊 花开了那种香味啊 鼻子也满足过 嘴巴也吃过好吃的 眼睛也看过美丽的东西 耳朵也听过好听的声音 身体也感受到美好的触觉 说的这不是你的六根在降伏吗 是吧 但这些你降伏完刹那归零 然后脑子里记住了 你留下的一定是你那件事没达成的 你每天你的六根都在降伏之中 告诉我 你每天都在降伏之中 然后说我不送 我不送 我不送 因为你每天想更好 而且你无偿 你今天用这个杯子喝了 喝喝喝不想要了 想换那个杯子的时候 你说你不送 因为没有 是吧 你没有啥 你啥有 你没啥 你散报已经用了好多 一直在用散行 散报 你的肢戒一转 你散报已经在哪儿了 当然说有时候我们多做散行 多做散行就算是当下报受不了 反正存在银行慢慢花也行 将来总会有些少的嘛 是吧 而且你要空性正戒做散行 就像修行人士有空性 在佛的空性正戒指导下做散行 才有可能转化为修正的功德 就成为了臣服而做了 而不是在这个世界做慈善事业了 如果你只是在这个世界做慈善事业 你帮助别人 利他或者是 那你只能接善缘 第一是 你可能诱发你的散报手 但是很难 除非你的肢戒是正的 正肢戒才能诱发散报 光说一个散行 比如说帮他了 那就是跟他接了个散行 他感恩你 举个例子 就算他不感恩你 举个例子 就算他说你遇上小子了 他除非不感恩还骂你或者是什么 但是你这个就要想一想为啥他 当然也有可能这个人真的是不行 另一个角度也许你真的是欠他 你正在环抱 或者是你帮了他的时候 你跟他聊了那份约 没聊完 他一直聊到他不抱怨你为止 真的 一直聊到 但是你比如说你是欠他的 但是你正好帮到他了 做散行 你帮到他了 但是他是他女儿 举个例子 他是他女儿 你帮到他的时候等于还了他 有时候 因为他们有血缘 他就会在他那给你说好话 他就不会找你要债 我告诉你 就是这样 他是 这个英国很很 就是不一定有时候你还在 还到那个真的欠你债的人了 这个阴阴阴阴阴 反正你做了这些善事 肯定你错不了 有时候会了一些 就是莫名其妙的 把你生世世有些命远就了了 很多人说 我做了三十年 没觉得受散报 因为你那些恶报还没熟 就已经了了 所以你不知道 这就像医生了 上医治未病 所以不吃香 就是因为人家还没病了 他就看出来了 直接给人家治了 等他病入高花 已经得了绝症的时候 你把他治了 他感恩戴德 你帮我把绝症治好了 那个上医是 他还没那个什么的 他就把他治了 他出来不改了 是吧 那个病人就不改了 因为他不知道他 有些密报啊 就是你这样做的时候已经转了 只是你没熟 你不知道 有些东西已经在修正 你再转 所以修行人 你第一次你要是做佛学的话 他就是一定是以空性政界指导下的善行 这个功德是最大的 就是三路体空坐 这个是功德最大的 还有就是 你就是在这个世界做个慈善 那就无悦无悔做 就是跟众生结善 因为你也不知道这个世界 谁是你素食的父母 谁是你素食的亲人 可以说转来转去都是给自己做 就是这样 在你能力范围里 你觉得也不用太强求 就是说大家做佛师啊 做在你的能力范围 在你的承受的范围做点事 我觉得也走我跑来 不要问凭什么 为什么 是吧 你有能力就做 没能力就不要做 是吧 看自己了 就这样了 是吧 当然说修正史令嘛 是就像人家修菩萨道 我修到最后的无分别就觉得我真的是 就像观世纪菩萨道 人家修身要眼睛 给眼睛 要耳朵 那是令当别落 人家修正到那个程度了 刚开始你还达不到那个境界 修身也不要你眼睛 你也肯定不给 是吧 要也白要 是吧 你也不给 修身也不会问你要的是吧 但修到那个时候 出现那些状况 一般都是考验你呢 就是到最后成就呢 诸佛菩萨派人来考验呢 就是协助你 帮助你成就 圆满功德的 这个就是后话 修行就是空性证件指导 如果不修行就是 那就是做个慈善了 聊些逆缘了 广结善缘 聊逆缘呗呗 然后有能力就做 没能力就自 独善其身呗 有能力广继天下呗 就是这样 这就是一个高尚的人 就是你要修正佛法呢 就是以空性证件指导下 那就啥也别说了 你在行菩萨道 是吧 众生人家记不记得你 无悦无悦就那么做吧 人家骂你就骂呗 你不是行菩萨道 你要成佛了 那是你修正 那是两码事了就 嗯 那是个高尚 afca 就像个高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